你自己做个老板嘛 这道理行不通嘛 凭什么给你百分之十嘛 那我的公司就给人了百分之 技术值就给人了百分之十 因为它有技术 有管理能力啊 那是因为你已经了解了嘛 对吧 你又不是拿技术入股 你是拿管理经验 你是拿精力入股嘛 对 对吧 精力的中心无法量化嘛 技术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一个技术难题 我当然可以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了 对 对吧 对 所以张老师 像你这样管理型的 是用业绩来去拿股权 你认可吗 比如说这个公司 那如果是我第二年定了一个 一亿的销售额目标 然后呢 三年内要达到五亿的销售额目标 你达到了 给你百分之十 你达不到 可能你只是拿工资 你能接受吗 来 能接受吗 谢谢您的建议 我非常接受 浩阳 现在不是接受个问题 他刚刚承认了 他的瓶颈是年龄 那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年龄大了 你创不好业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企业来养老的吗 是 我觉得别人都答应 这个给你绩效对赌了 怎么能叫养老呢 到企业来求职的原因 是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我觉得你们问到这个题目 要不然就全灭灯 对不对 要你愿意赌他 你就试一把 你都已经灭灯了 那你还说什么呢 干嘛 干嘛要吵架 干嘛又那么有怨气 杨荣跟贾君 到这个快第二轮选之前 你们哪根神经搭错了 没有 因为我对他说 在此刻这个舞台上 他只有三十六万的年薪 我质疑他的能力 能够让我给到他 收百分之十的股份 那你质疑 我觉得这基础的逻辑都没有 所以你觉得 他在侮辱你的智商是吗 所以你才生气 是不是这意思 可以这样直接地说 你侮辱了他的智商吗 谢谢这个问题 我解释一下就好了 我没有 肯定没有侮辱人 可以没有是吧 这样的想法 好 图拉斯人问我说 我们的智商是被侮辱了 其实我从头到尾 都处于对这个选手的尊重 在这个舞台上 当我们发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应该真实地告诉他 你为什么生气 我生气的原因 不是他说侮辱我们什么 我是觉得他来 来求职这个动机 非常不纯粹 他真的不是来找工作的 说实话 他还是来展示他自己项目的 想找去投资 但又把自己包装很好 但是他并不真的来求职的 所以 所以我很生气 所以你就傻乎乎地陪着他玩 所以你就一直晾着动物 第二环节之前 基于你们所有人的情绪也好 问题也罢 对吧 作为46岁的你 你用简短的两分钟时间 做下回应 刚才黑洞资本 问我这个年龄的问题 我认为我现在虽然是70后 但是如果我说我是80后 不是所有人都不信 因为我的身体保质非常好 每天起床 每天做大量的运动 我认为这个年龄不是问题 刚才说到贾总问回国创业的事情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 以及这个条件 是真的是一种爆发式增长 现在我好多朋友都回国来创业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机会 来 第二轮选的去 谢谢大家 虽然我这个台上被留得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但是我觉得等会我妈可以再聊一下 好的 对 待会儿台下去接触 跟他们去接触 包括李雨昕 尤其是李雨昕 好不好 好 别的不多说了 祝你好运 好